《论党之上与黑》 这是一篇在1993年距离现在31年前的作品 作者林安吴 后来这篇文章收在林安吴所写的 《台湾文化治疗通事教育现象学引论》的最后一篇 199到200页 由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在1999年出版的 《论党之上与黑》 党者从上从黑已成也 党之一字 否可从此上黑二字挥其端宁 其初也上也 既是已久黑也 至乎其其则以黑为上也 《创党之初》 皆诸理想 高尚其志 我同仇敌凯 我凯然有澄清天下之意 使灯车揽配 千万古人厚思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自方而说 谁千万人无王仪 英雄豪杰 忠肝义胆 何其壮烈也在 十数年或数十年 法愤图强 总算打下一片江山 谁已非习时 称姑道寡 但总裁 主席之名 亦可硬呼其宏伟 万岁之声不在 但年生道好 仍差可比拟 如此名为征战 权力分配 乃至既得利益之 敲取豪夺 党之为党 以不负其善 而世事交争力 此之为党之黑则也 既也黑一 黑而又黑 其事如狂男之不可晚 众同志习时之同仇敌忾 下舵腿尾 而转成昂蟹一气 上下交相贼 此非以黑为上之为何 党之一字 竟以上与黑 二端交结辩证为 一个奇轨的重体 中国文字之庙 犹如是者在 中国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 团体之党 一皆不能外呼此 上黑所成之奇轨重体 以中国之近代史为例 保皇党在前 同盟会乃至国民党既支 和共产党又不而兴焉 近些年来 台湾美丽之岛 又有民族进步党 社会民族党 党禁即开 有心者用其心 好事者 因其事 老兵可成老兵党 兵狼可成兵狼党 党派林立 不一而足 此时一群不满意 国民党之相右以位 相继以名 相争以利的反弹 此概议理事之所必然者也 但值得深思的是 心党之心 其心国何在在 日之心 苟日心 又日心 心可以心其理想 心其担当 习敌其黑 重返其上 然心亦可以 只是心其大名 心其高位 心其拒利也 魁诸党之从上 从黑 其奇鬼之辩证性格 可否超越而出呢 难道上 黑 果真是党之宿命吗 以上朗读的作品 是1993年8月 林安吴先生的作品 《论党之上与黑》 朗读完毕 9 9 9 1 1 2